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做全職插畫家能活嗎? 沒有 他叫做像素藝術 你要你的學生這樣去跟印刷廠講嗎? 像素藝術 哈囉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非常的特別 我們請來了一位在插畫圈很著名的 用非常低的解析度來畫圖的插畫家 讓我們歡迎Pixel Jeff 皮姐 欸? 欸? 我怎麼跑到這邊來了? 元祺嗨大家好我是皮姐 欸你文博會完之後你有好好的休息嗎? 沒有欸我剛好在用其他的案子 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事項 跟未來的規劃做準備這樣 那你覺得文博會好玩嗎? 你從那個台人100畢業了對不對? 對我從台人100畢業的時候 就是以往都在台北嘛 然後第二次在高雄 一開始也不確定說那邊的客群還是說 粉絲會不會願意下來看我們這樣子 結果發現欸其實還是蠻多的 賺蠻多的 賺蠻多的我是不敢保證啊 因為我個人不是走周邊傾向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算做蠻多類似的事 就是開課然後有做一些動畫 跟一些品牌有商業合作 比較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沒錯 那講到動畫你是以前有學過動畫嗎? 因為我高中是念美術相關的 然後那時候有教數位藝術就是電會 那也有帶一些動畫的課程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是用什麼教啊 Flash嗎? 對 因為我們有教用Flash 然後也有教用Photoshop裡面的 也類似足隔的動畫 然後 那時候的Photoshop已經有動畫嗎? 有那時候就已經有動畫功能 那我那個時候就是用Photoshop來畫像書 所以順便用它裡面的內建動畫功能來變動畫 然後就一直練到現在這樣 因為我自己接觸動畫也是高中的時候 嗯 但我不是從畫動畫開始 高中美術科老師是教照片的足隔動畫 就是拍照然後再丟進電腦那裡 對 就是他教我們怎麼拍照 然後怎麼把它拼成足隔 然後我做完之後就想說 我可以自己畫畫看 然後才開始接觸足隔動畫 所以我一開始是從那種真的是手繪一張一張畫開始 然後後來也是用Flash 電腿的動畫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Flash 那時候應該有AE吧 只是AE到現在都還是英文介面 所以老師也不好教 然後以前也沒有線上課程 以前沒有這種東西 以前沒有那麼多YouTube影片可以看 對啊 而且有的話也可能都是國外在教 就全英文的 但我一開始都是看他們的影片 我學向處也都是看國外的電學 反正他講英文 然後介面也是英文 介面都一樣 就看他按哪邊就跟著按 是啊 是啊 所以現在的小孩 不要說現在的小孩 現在的學生都好 蠻幸福的 對 現在想學東西的資源還蠻多的 很多 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沒錯 其實也沒有跟線上課程很有關係 我們要來做一個挑戰 因為接下來要開的課呢 是要畫動畫 然後我之前開過的課 就是畫一些風格比較療癒一點的插畫 那PGN他之前開的課是教像素 等一下會用對方的風格來畫一個簡單的GIFT動圖 然後我們會限時30分鐘要畫完 然後因為PGN他真的功力非常的深厚 所以怕這樣子太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又加入了一點小挑戰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有開課的關係 那有時候呢 就會在網路上或是課程的那個私訊 收到一些可愛的學生問題 沒錯 那我們今天就要一邊畫對方風格的作品 然後一邊回答這些學生的問題 然後這會有一個小前提 就是如果你沒有耐心的 有禮貌的回覆他 他就會上網去給你一心評價 PG老師超沒耐心的 問個問題都不回答 好我接受你的挑戰 OK所以我們今天要畫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畫我家的貓 黑白那隻冰式貓 Lulu啊 對Lulu Lulu是我家狗 反正重點是畫貓咪 因為我想說皮捷都畫一些方方的東西 所以讓他畫一個跟水一樣的 異體的貓咪 而且要很少女風這樣 突然回到高解析度的感覺 你要進到這個4K的世界裡面 對啊 我開始怕了糟糕 那我們現在就要交換我們的iPad 交換iPad 交換iPad 那我們就 開始吧 開始計時 哇完蛋了糟糕這個要 我畫這個要考驗到 數目瞄概念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好像比較簡單 我太久沒有畫這種 我開始發現它難的地方了 怎麼說 我畫他耳朵的三角形會 你要抓那個角度 對 我們這樣有辦法挑戰回答問題嗎 我們就試試看 先給你再熟悉一下 好 好當你開始安靜的就是可以開始問問題了 好 問題 老師可以見我買哪一台iPad 呢 看預算啊 看你預算多少就買哪一台 那老師 我一定要買筆才能畫嗎 為什麼變成你先生 你可以用手指畫 OK 然後就會有那個 一定要買Apple Pencil嗎 我記得也不是可以買他牌的也可以畫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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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會回他說 看你預算有多少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 都可以 他想要最適合畫 然後我說你就買最新 然後容量最大 然後規格最好的那台 喔我預算沒有那麼高 我呢 我會跟他說 如果你今天是要 從事插畫顏 你很常要用Procreate畫畫 那我建議可以買 12.9吋 對畫起來比較順手 比較方便 好我們有請下一題 問題2 老師我上網線上課程 就可以接到案子了嗎 好這個我先回答 不可能 沒有啦 應該說會經過一段 我們還在學習成長的階段 即使我現在有接到一些案子 但我還是持續在精進我的功力 第一個你功力才會進步 你的作品才會更成熟 那相對的更多的業主 他可能會看到你的進步 然後會長期跟你合作 還是說有新的業主 會覺得你這個成熟的作品 會比較適合他 他就會跟你合作這樣 那緣綺你怎麼 你會怎麼說 我會覺得畫圖的專業跟接案 是兩回事 喔真的嗎 怎麼說 我覺得很多畫圖畫得很厲害的人 不一定會接案 會接案 然後有些是很會接案 常常看到很多合作很多安子的人 不一定畫得很好 接案那個商業能力跟畫圖能力 完全是分開的 可能像我畫自己的圖很厲害 可是如果去畫別人要求的圖 就會一直抓不到對方想說的感覺 真的 然後有些太會畫的人 他可能就會很多自己的想法 然後就覺得我就堅持一定要這樣 那業主可能就會覺得 我花錢為什麼不是找我的方式去做 是喔是喔是喔 好下一題 問題在 我應該遲職去當全職暢話家嗎 這個算是我收到的問題裡面排名前三 真的還假啊 就是我每一次開QA 一定會有人問想要那個辭職做全職這件事情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做全職暢話家能活嗎 真的 就我覺得他可能是一邊有工作 然後有時候就是有正職工作 然後有時候接一些案子 然後會覺得接案好像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東西賺錢 然後就會想要花多一點時間 可是我遇過是他有在接插畫案 可是他還有在接自己的 還有在做自己的正職工作 我沒辦法我應該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我當 全職暢話家擋久了 自由業擋久了 自由業擋久了 我覺得我應該是沒有辦法再適應 那種團體辦公室的生活 對我會有這種感覺 我現在會給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 你就先存好可能半年一年的生活費 然後就辭職看看 所以他還是要先有一些預備 對因為我會覺得你一直想試 然後一直問 然後大家就一直跟你說不要很可怕 然後你反而會越覺得說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 我應該可以試試看 然後就會一直有這個念頭 所以我現在就會說 好你就辭啦 你就隨便拿一筆錢 然後你就辭職 然後試試看 你又在挖陷阱給我跳到會 那麼久 那我們要接著 逼個四個問題了 好啊 這個是要問PG老師 做品來去印刷 可是印刷廠的 我的解析度不夠耶 我這邊在此聲明 我們畫的東西 叫做像素藝術 它看起來就是一格一格的 馬賽克風 所以呢 印刷廠們的朋友啊 不要看到我們的預覽圖 就覺得我好像沒有把那個解析度設超高 然後就說 不想幫我印 還是退貨 它叫做像素藝術 你要你的學生這樣去跟印刷廠講嗎 對 像素藝術 我覺得啦 就是畫像素藝術近十年 我發現我還以為這個是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風格 結果我發現還真的是有人不知道 所以這是要去 還是要去教育啦 其實你就好好跟他說 啊我本來就是用這種風格畫的 其實他們都OK啦 好我們要進到地緣的問題了 嗨 老師我的圖片印出來的顏色 怎麼跟它開始看起來不太一樣 這個給元琪回答 欸你沒遇過嗎 我還好耶 我沒有遇到元琪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們遇到的問題都差蠻多的 是嗎 我還蠻常遇到問這個 然後呢 這個就是因為 你的印出來的東西不會發光 但你的iPad會發光 所以顏色不一樣 非常的正常 然後除此之外 就大概應該那個什麼RGBCMYK這個就先不講了 你光你iPad畫好的一張圖 然後你可能存到電腦裡面 然後你的電腦又傳給印刷廠的電腦 然後他印刷廠電腦又傳到他的那個 要列印的那台機器裡面 就是他經過那麼多次的轉換 然後他們每一個這些設備講的語言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最後出來的東西一定會長的不一樣 哇 好溯源 你確定這樣解釋大家會聽得懂嗎 但這個會不會比CMYK RGB那個 好抖 我不知道欸 因為你就算設定好CMYK 那你拿去印也會不太一樣 對 一定會稍微有色差 所以如果你要印出來的顏色是很準的 你就自己親自去印刷廠看一次 然後你可以知道那些師傅是怎麼調顏色 我覺得經驗多了你就會知道 印出來不會到一模一樣 然後一點點的色差 你會覺得你正常這樣 了解 對就看起來不奇怪就好 對對對 欸剩四分鐘了欸 好我可以 我們沒有線說動畫要做幾個動作 只要讓它動就好對不對 對這樣有動就好 那就好啦 你這兩個 有一個規定 沒關係 好下一個問題 還是沒問題 還有 還有好我們繼續 完蛋顧聊天 下一個問題 老師我的線都畫的不值 線都畫不值 我開課都是叫iPad 但我真的覺得如果你要練這種線啊 圓形啊 就是把紙筆拿出來練 純手繪去練 對手繪 然後不要拿鉛筆拿插不掉的 拿奇異筆拿原子筆去練 因為現在很多就是 一開始畫畫就直接用iPad 用電腦在畫的人 他很容易就可以按上一步 這要畫畫就上一步 畫畫就上一步 這樣比較難去練好這些 算基本功嗎 或者是說如果你在電會遇到一些瓶頸 然後你覺得在iPad裡面怎麼練都練不好 就可以去拿手繪的工具出來練 對 好那延伸題 我最常收到就是 老師我沒有美術底子 那我可以上這堂課嗎 那你會怎麼回答 我的可以耶 好你不用美術底子 我的就蠻強調是 我的可以 對 我覺得有沒有美術底子 其實根本不影響 一大堆很有名的彩畫家 藝術家都媽沒有美術底子 好下一個 下一題 老師你看我的作品漂亮 然後實際很愛講 實際上畫很醜 你怎麼那麼直白啊 不要說畫很醜 實際上畫很隨便 就是你看得出來他 沒花多少心思 然後也沒有認真畫 那如果他是真的功力需要再加強 然後他只是想給你看說 我這樣畫得如何 你要怎麼說 有嗎 他會不會是這樣的意思 我現在會閒問你想要我給你那個 建議 對建議還是 讚美 對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好沒關係我們再 給你收尾一分鐘 對我們再收尾一分鐘 好那30分鐘過去了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圓祺畫像素的貓跟我交換風格後的成果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1 2 3 3 你覺得你有成功嗎 我覺得還不錯 等一下 你看那個 好我們來互相點評一下好了 我們先請圓祺來點評我的動畫如何 我其實覺得你有把那個毛茸茸的感覺畫出來 然後跟那個貓咪圓圓圓的 然後手跟腳在動 應該在打水畫 而且你只有四個影格就讓他動得很豐富了 喔 我大概畫了 我不知道 我弄超多格才把它弄成這樣 是嗎 我覺得你是時間不夠而已 畫這種就是 比較具體一點的東西 你一開始比較花時間 對而且我太久沒有畫這種 稍微寫實的畫風 貓的比例沒有做 好不及格 貓的比例完全 完全是錯的 因為好久沒用非像素的風格來畫畫 用這種塗鴉的方式來做小動畫 然後看會有什麼樣的成果 因為我平常會畫滿多細節 就是影影光影什麼的 然後像素的話就會 不會去畫那些細節 然後本來很快就畫好了 其實我覺得畫得不錯耶 是完整度很高 完整度很高啊 我剛才偷瞄的時候就覺得 我覺得完蛋我這次要輸了 我覺得有點很好就是 因為我覺得在畫像素 我最在意的是什麼 就是在意它的輪廓邊 就是它的輪廓邊線都是要修整器 不會有這種閃電狀太 讓線條不好看 它有在修線 這一點對 第一次畫像素的人來說 有注意到這個是很棒的示範 所以其實像素看似簡單 其實也蠻複雜的 你覺得你這次有比較認真畫 包括還有動畫 你覺得體驗如何 好玩耶 我之後改成畫像素好快喔 那我也來畫這個 我們就互相買客 但我覺得我今天開這個畫布 算是格子還算多 畫像素最難的不是說 是不是越細越難畫了 反而是格子越少 越難表現出特徵 這個是最挑戰的地方 對啊 應該大家都在罵我說 為什麼耳朵是這樣 為什麼耳朵變得跟狗一樣 我就養狗 我讓牠狗貓合意啊 可是我覺得我貓的臉畫滿可愛的 滿可愛的啊 對 好像有招財風感覺 嗯 它感覺那個耶 就是有風在吹它 然後那個很涼的感覺 對啊 對啊 我的新的一堂Procreate課程 要來教大家做動畫 那這堂課呢 會教你從最簡單的 就是一顆球這樣子彈 然後或是一個葉子這樣子飄下來 然後跟你講一些 做個動畫的概念 比方說 幀數啊 影格數 然後你要怎麼用Procreate的介面 去製作出你的動畫 然後慢慢會有比較進階的 像是教你畫人物的走路 或是會有一些動物 比方說貓咪也是在走路 或是跳來跳去的這種 角色的動作 以及呢 最後最進階的部分會叫到 場景的剪接 我會讓你用Procreate 畫出每一個動畫的片段 那最後會用iMovie 讓你把這些片段接起來 然後用一些 蠻基本的綠幕功能 或是一些剪接功能 讓你的動畫變成一支 完整的動畫小短片 嗯 我這次不知道說能叫東西 對啊 你一次攤牌耶 對一次攤牌 而且我前一堂課的主題 比較是說 這一堂畫植物 然後下一堂畫動物 然後大家畫出來的東西 會很零散 就是很多不一樣的小東西 所以我這次在規劃課程 就想說 我要讓你們學到這些概念的同時呢 最後又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作品 所以現在募資期間是多少成 這次的課程 基本版原價3250 然後募資是2150 訓練營的方案原價是4500 然後募資的優惠價是3000 一個是看著錄好的這種影片 線上課 然後會有另外一個是訓練營 我會每週去盯你的進度 然後看你有沒有好好的把作業做完 OK 很划算版 很划算 超划算 剛才體驗完那個用像素來畫圖 我真的覺得如果你在上我的動畫課 然後你覺得你的那些 角色或是你的物品畫的 沒有辦法那麼的解釋 然後看起來怪怪的 就可以上完動畫課 再去上像素的課程 然後把像素的插畫變成動畫的感覺 我是覺得因為近幾年蠻多的商業廣告啊 還是說都有在用像素這種風格 所以我覺得可以學學看這種新的畫風 然後可以接下更多的合作 還是說你想學一個新的技術 都非常適合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Pixel Jeff皮姐的IG放在這裡 然後我的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課程連結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自己點訊欄看 那今天就這樣 掰掰 掰掰